秦始皇一生六大世界级工程,至今仍有四个存在,都是世界级遗产,秦始皇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基建狂魔,在他在位的短短三十七年间,秦始皇大兴土木,劳势动众,建设了许多著名的大型工程,为此,生活的在秦始皇统治时期的劳苦大众不仅承担了沉重的摇曳和赴税,而且数亿万计的生命, 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建设中失去了生命,梦江女窟岛长城就是基于这些悲惨经历流传下来的故事,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的名字始终和暴虐这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他的专横跋扈,在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给儒家文化带来巨大打击,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秦始皇强硬的专制统治, 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正是因为秦始皇强制推行统一文字和统一度粮横,广阔的中国大地才第一次真正统一起来,文化上的影响已经深入人们的血脉,不易察觉, 但是秦始皇主持建造的浩大工程,却非常显眼,至今仍然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人民的关注,秦始皇建造的工程当中,有六个最为突出, 而且有四个至今屹立不倒,这六大世界及工程都是什么?欢迎收看剧谈史,两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秦长城,长城的修筑,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 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北方自古便时常被游牧民族劫掠抢夺,为了抵御外来侵袭,历朝历代在边界修筑长城,但是长城真正成为万里长城,还是从秦始皇时期才开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重新划定了中国的疆域,在中原建立了唯一统治政权,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要高过三皇五帝,因此改成皇帝, 公元前214年,大将军蒙田率领三十万大军北极匈奴,将匈奴赶到黄河之外,为了防止匈奴再次来犯,秦始皇命令蒙田留在河套地区,修筑长城,于是三十万大军从士兵就地转换工种,把武器换成了推车,修建起了长城,蒙田要监督修建的工程,是将战国时期秦国,燕国和赵国的就城墙连接起来,按当时的地图记载, 这三段长城一条接一条,在中国大地绵延万里,万里长城的名字由此而来,成为中国历史前前后后修建长城的代称,秦长城大致分为西段和北端,西段长城的最西端到甘肃省,向北延伸到内蒙古,北段从黄河以北的阴山, 一直延续到东面的朝鲜青川江入海处,在生产力低下的秦朝,秦始皇动用三十万人,修筑了这个巨大的工程,堪称世界奇迹,万里长城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这里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在农耕社会,长城成为擅长骑马的游牧民族进攻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平原军队反击的前线,对中国人来说,长城还是一道抵御外来侵犯的精神防线, 只要长城依然屹立不倒,中国人就能再次发起反击,不让任何人染指家乡,这样覆盖范围广,参与人数众多,发挥作用时间之久的宏大防御建筑,在世界范围内都很罕见,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长城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秦始皇陵,中国人对死亡非常重视,自称开天辟地第一始皇帝的秦始皇也不能免俗, 秦始皇晚年就经常派人寻访蓬莱仙岛,追求长生不死的奥秘,一面是对永生的执着,一面有大兴土木建造陵墓,秦始皇为自己的来势做足了准备, 史记里记载,修筑秦始皇陵墓的总共有七十万余人,秦始皇对自己的陵墓要求非常高,他要把世界上所有的奇观意境都带到自己的陵墓去, 秦始皇陵凿穿了三层地下水,在地下还原了秦始皇居住的宫殿,还给文武百官留下了位置,他将水银做成江河百川和大海,还建造了机械模拟江河流动的场景, 除此之外,陵墓还模拟了天地宇宙,在陵墓顶端刻上了天文图画,在地底绘制上地理图形,地下没有光源, 秦始皇就命人用娃娃鱼的油脂做成长明灯,照亮陵墓,秦始皇对自己强大的军队也非常自豪, 命令工匠仿照秦朝士兵形象,制作陶涌,而且秦始皇绝对是一个细节控,每一个秦兵陶涌,长相表情都不一样,穿着打扮也可有特色, 据说考古人员第一次打开陵墓见到兵马泳时,陶涌上的油彩还没有消退,看上去就和真人一样,栩栩如生,不知道他是舍不得自己打下的江山, 死后也要注视着山河长眠,还是秦始皇纯粹太过自恋,要把自己的功绩刻在自己到达的每一处, 考古学家已经确定了秦始皇陵的位置范围,但是为了保护陵墓的完整性, 至今还没有开始挖掘,消失的阿旁宫,阿旁宫阿旁宫在传说中被项羽一把大火烧了个金光, 但是现代考古学者考据阿旁宫遗迹,并没有发现焚烧的痕迹,根据历史记载, 在项羽进入咸阳城时,阿旁宫很可能并没有建造完成, 中国考古学家经过长时间的考证,最终确定阿旁宫的遗址在西安的长安区和魏央区交界处, 如今只留下一些夯土机址,这些遗迹主要包括前殿、上天台、慈士门等, 阿旁宫的建造时间,推测是跟修建秦始皇陵同一时间, 而在秦始皇去世之后,修建阿旁宫的牢役被调走, 赶攻秦始皇陵,阿旁宫则被搁置了,在无数历史记载中, 阿旁宫已经和秦朝暴政画上了等号,成为了秦朝压迫人民的罪证, 因此,人们想象出项羽进宫咸阳,将秦朝统治者荒淫无道的罪证燃烧殆尽的英雄举动, 如今,我们只能通过阿旁宫的遗址和古人的诗词来想象这座由秦始皇亲自选址并兼宫修建的宫殿的辉煌景象, 时间流转到1991年,这一历史时刻为我们的回忆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深度, 阿旁宫遗址已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上最大的宫殿机制, 这一壮丽奇迹已家喻户晓,它坐落于西安林铜区的始皇陵, 不仅是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还荣应了4A级旅游区的称号, 始皇陵的修建历史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开端之作, 自公元前247年起,这一伟大工程便开始动工, 历经40年的岁月沧桑, 终于在公元前208年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帝王陵墓的建造, 其奢华程度之高,可谓举世罕见, 据史书记载,始皇陵内藏有无数珍宝, 还有众多的陪葬坑和墓葬, 人们熟知的兵马永坑只是其中之一, 郑国渠与皇陵和宫殿不同, 郑国渠是一项有利于国际民生的水利设施, 郑国渠的名字是为了纪念设计修建水渠的韩国水工郑国, 郑国渠的修建, 背后还有一段机制的故事, 秦始皇还没成为秦始皇的时候, 还被称作秦王正, 郑国是一名戏作, 被派到秦国影响秦王正的东征计划, 郑国名思苦想, 认为秦王正征战的野心不好消灭, 但可以通过手段减少秦国的人力物力, 而修建大型工程, 就是最佳消耗人力的方法, 郑国在秦国到处游说, 鼓动秦国人集中人力修建一条水渠, 不过郑国做得太过明显, 很快被秦王正发现他的企图, 秦王正将郑国抓了起来, 对他兴师问罪, 郑国求生欲望强烈, 因此费尽了口舌, 秦王殿下您慧眼如炬, 我不是一名优秀的戏作, 但我确实是个货真价实的水工, 郑国对秦王正分析建设水渠的好处, 夸赞这将是流芳万世的大功劳, 秦王正认为郑国说的有道理, 于是命令他将功赎罪, 将水渠修建完成, 也多亏秦王正听得进去禁言, 才给中国留下了这个宝贵的水渠, 郑国去修建完成后, 果然像郑国说的那样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给秦国的农业灌溉带来的极大的便利, 在修建完成后的几十年里, 郑国渠创造出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 在关中地区灌溉农田四万余景, 新中国成立后, 郑国渠依然在后人不断的维护下, 发挥着水利灌溉作用, 2016年, 郑国渠深移成功, 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灵渠不同于郑国渠, 灵渠的修建是为了运送军队物资,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还在不断开疆扩土, 为了征服岭南, 秦始皇下令开凿河渠, 将湘江和黎江连接起来, 灵渠修建完成后, 打通了南北水道, 两千多年来, 一直是岭南和中原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 对于秦始皇巩固统治来说, 灵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通过灵渠, 秦始皇的军队得到了粮草供应保证, 顺利统一了岭南地区, 岭南第一次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 而现在, 灵渠成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内涵远远大于它的实际作用, 成为中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秦指导, 秦指导是秦朝的一条交通要道, 关于它的修建日期, 历史上没有记载, 但是, 直到清朝之前, 秦指导都一直被使用, 直到清朝才被废弃, 秦指导全长七百余公里, 一般认为, 修建秦指导是为了交通便利和运兵通道, 秦指导经过的地区地形复杂, 道路险峻, 最初由蒙田主持修建, 但直到蒙田死后, 也没有全部完成, 汉朝朝军出赛, 就是从这条路上通过的, 但由于中国省份划分不断改变, 秦指导逐渐失去交通要道的作用, 被人们废弃。 而这条路上是为了交通要道的作用, 以及冒经历人的作用, 在加尾山上的确定是为了担ável, 每个人都不顺利和他的作用的确定是为了你带取得到同质, 和亲家 之后来做个断言之后,